哇哦 nice 日本人不开心 哦 哦 nice 好 hello大家好我是日山里巴 看看东京的优衣库有12层 而且各种限量版 是来东京必转的地方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来优衣库啊 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今天赶上东京大降温 特别冷 特别冷 今天早上看了那个报道 上面写着东京 两年以来最低温 这个相当好 这个超级方便 优衣库的重工仪还挺好看 哎做工特别好 都是些小特殊画色 对它设计 bc吗 这个很好看 哦有武士装 什么类型都有啊 挺有意思啊挺好看 这边这个限量好多啊 挺顺虚的 这个可能在其他任何世界 一个优秀的也没有 只要是自己 鸡鸡猫好多啊 绿色的 绿色鸡猫 太逗了 今天我们只要来探索一下 东京到底都能吃到什么 小吃 这是那个糯米的 大盘 炒果 哦这是那个叫什么 艾炒果 但这些小甜甜都特别女性 我怕不觉 对啊 我这就剩一个了 我估计这鸡猫好吃 很好吃 那我们就试一试 我们试一试 酸甜的国产杏 这是杏的 这家 这家叫什么银座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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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看里面有三个果子 看里面什么馅儿 哎真是馅儿 馅儿 馅儿和红豆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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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特别甜 挺酸的 有馅儿红豆沙 还有那个中间 不知道是什么一块白的 但真的这馅儿挺酸的 我感觉比咱们家那边的馅儿酸多了 那我要门儿给我吧 我吃吧 嗯 味道不错 味道比较清爛 酸酸甜甜的 这味儿 这个我估计里面也是红豆沙吧 应该是 是不是 草果 红豆沙 也是红豆沙 我发现日本人好爱吃红豆沙 好像这个他们是比较喜欢的 嗯 早上起来都吃红豆沙磨面包 这个好怪呀 味儿 它限定的应该会比较怪吧 它有咸味儿 也有咸味儿 很好吃 是吧 嗯 喜欢就好 就在这个地方去做这个内环线 是这样的 哎 就进来了 我们要坐到这儿 对 我们要坐到新宿 我找到我最爱月顶 这新宿从小里面全是吃的 各种味道 哦 这是各种各样的炸物 哇很棒 什么都有 那我先去找我们要去的地方 小吃 我们到新宿了 然后这边全是小吃 那边也是小吃 我们待会儿就去那条小吃街 去看看到底 日本的 建筑小吃都有什么好吃的 跟着我走吧 我们到那边去看看 因为我们也没有怎么来过这边 对 然后平常来这边来的太少了 其实主要都是在银座那边活动 今天就特别来开发一下新宿 苍蝇馆的 嗯 像新宿好多就是苍蝇馆 所以就想来这边开发开发 到底都是啥 你看这是日本的就是老的那种石街 就是这样的 小广一条街 哦也没有办法预定 这个 咱们先进去 进去 哈喽 坐下 看双鸟的价格贵吗 对吧 我看这一块 炎烧都在五百六百四百五 这边的小串小店 挺多的 猪肝 这是烤的牛串 就是烤串 这不就是中国烤串而已 对啊就是中国烤串 结果他放了好多黑胡椒 很好吃 嗯 西山貌 西山貌 我觉得断春鱼全世界怎么煎都是牛 没什么太大差 那肯定的 因为他的差异不会很大 因为他本身也是吃他的新鲜嘛 那这边呢这个多春鱼肉骨的味道应该是很新鲜的那种 挺好吃 来吧 来吧 鸡皮 日本著名的串烧鸡皮 还是好吃的 看吃双鸡皮 要是不吃个鸡皮 鸡皮好像都对不起 日本 酥脆牛油太好吃了 鸡皮果真是鸡皮 烤 油里带焦 总共是3120 20 二十锐了 这是做什么的 老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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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知道他做什么的 我 他做什么 我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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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有点像以前的 这个 其实好像都是那种 都是超级小 小 就是经常在电影里看到那种 是不是人家跟刚才有的包办法 应该是 是不是 炒饭 还有炒饭 这个应该是那个 带肉 臀 带臀应该是带肉的 这就是鸡毛小便 咱们再往前走到看了 这很多店 你看 酱丝 这不一定有啊 好像都是那种 一种屋 三品牌 三品牌 五品牌 七品牌 就是七品牌 它是天妇罗的吧 饺子 天妇罗 嗯 这好像是那个电影里看的那种 就这家店吧 好像很不错的样子 很不错 这是123 咱就No.1 No.2 No.3 我要No.1 那我要No.1 这家店 我就喜欢这种小店啊 就坐在这儿看着有人坐 哇 哇 No.3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哦 谢谢 那我这是海菜面 看着好笑 哇 好棒啊 哇 你看 七味粉 哇 哇 哦 nice 你好 Thank you so much 好棒啊 在面上 哇塞 这真的是我在电影里看过日本的 而且他们家天妇罗卖得好好啊 一直都有人在吃 不知道这两碗面多少钱吗 那是什么感觉啊 是6块5毛1瑞士法郎 好吃 放点七味粉 绝了 绝了 绝了完美啊 嗯 还有一个蛋子 哇 这个蛋子 你看 碍了碍了碍了 碍了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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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大胆 转瞬之间啊 所以一碗面就吃完了 讲起来那句话 多谢款待 看看 外鸡肉ılmış汤有迷晟 我们俩 找找找带涂的 這種管子 这是吃什么的 你看人这儿西安与苏油炮 哎呦 鲜鱼 这两天看起来应该是很不错的 可以到这个地方来 未成年人禁止如泪 西安呢可以 苏油炮 鸟圆 什么吃 这吃什么的 这家店应该也是更火更老的一家店吧 这么饱满的店应该不让人家 咱们外面都在排队等 这啥呀这是 烤鸡 这个是站着吃的一个家小店啊 比较简陋 然后我们先点完了一个 我点了一茶最多的一茶 老板娘就直接在这个地方坐 然后我先点了四个 看看什么口味 其实我特别喜欢 我觉得这个感觉特别好 都会现在有这个谷歌翻译 能很快的给它翻译出来 一般人的话 真的麻烦了 你总观在欧洲再行的通到这边远不通也不行 尤其你要想找那种local的地方 然后确实各方面上是有一点点的 这就是各种炸物 我们这点子有炸鸡 这不叫锅天吗 对就是锅天 锅天啊 试试 嗯 真好吃 诶 中国了 这一份锅天在多少钱吗 一块钱追了 OK Thank you 这是 炸鸡饭 借您把这儿骂呀 这是咱借的吗 是不是不是老吃了 不是炸白果 白果就是赖 不是白果吗 我以为是银杏 我觉得特别好吃 特别有意思 但炸大蒜应该挺好吃的 平常你还吃烤的 我觉得炸的应该也好吃 对人家是酒馆 这些都是配酒的小料 下酒菜 咱们当主食了 是吧 咱们是来吃的 这是醋 然后 好吃吗 是不是中国味 中国味 里面是葱 中国丁啊 嗯 还有粉丝 嗯 好吃吧 炸蒜也好吃 你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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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辣鸡看着不错呀 来来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 走 感觉比肯德鸡的要稍微好吃呢 嗯 我跟你说价格你就知道 哇好嫩呀 真好吃 我跟你说价格你猜这个多少钱 挺好吃的 嗯 这才一块两毛五个月是吧 嗯 嗯 真好吃 香又香又嫩 怎么样怎么样 又香又嫩 完美的 嗯 完美 就是这应该是茄子 是什么 我我感觉是茄子 不会吧 我试试啊 不是哦 嗯 芋头 芋头 你确定底下那是条鱼吗 好 好 我就想问这个鱼切成一半钱都是卖谁呀 甚至说鱼头也是一个小吃吗 怎么样 香吗 香的不行了吧 鱼排 嗯 不错不错 是你长了一个大众脸吗 人家说你这是第二次来吗 我们八次来 完全没来 然后我们一共吃了1220 吃了这么多小吃 我觉得还挺便宜 关键是炸鸡一块两毛五 瑞士法郎 我觉得真的让我醉了 这个价格完美 这个鸡 吃一吃还是挺好的 还到了一家小店 还有那个最低销呢 五百五 最低消费三瑞朗一位啊 对 三四个瑞朗一位啊 低过四个瑞朗你不能进去 好钱了 没问题 没问题 有图简直举了 刚才全是没 刚才人家没摘口罩之前 人给我们拿了这个 然后我就看晕了 我们一摘了口罩以后 说了一句excuse 然后人家直接给我们换那个了 这第一道菜上了 确实跟那个寿司店那一比 确实是有脚大杂菌啊 但我看日本人都会把这个籽 这是不是 这是不是苏子叶的籽啊 他们都会揪到这里面吃 这个有一股香香的味道 我看日本人都是这么吃的 然后再放进 而这家店特别有个性啊 这家店 对 它中午都不开门啊 然后只有晚上开 然后我们四点才能进门 还告诉我们说只能做这桌 其他全满 Thank you so much 这个的山椒 Japanese spicy OK 稍等 OK OK 鱼肝 肝类的 我第一次吃到的味道 特好吃吗 很嫩 然后又有一点点苦 好吧那都给你了 我不要了 他们就是安康鱼肝 哇 perfect 这个是鲑鱼肝 哇哦 哇哦 nice 哦 这也是日本的鲑鱼肝 OK OK 也就是这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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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家店的鲑烧鲑鱼 然后这个是炸的Oyster 对这个是不淡米饭 他也可以选择淡米饭的 然后他们家好像是 真是挺正宗的一个鲑鱼 咱们尝试它这鲑鱼吧 这一块啊 尝尝 好像也得要蘸那个佐料 要蘸这个是吧 可能是 我也不知道 应该是日本鲑 感觉刺儿还蛮细的 就不像中国鲑 其实中国鲑挺好吃的 没有刺儿 这一吃就是日本鲑鱼 对 就是咱们中国沿海地区的那个福建鲑鱼 那个特别好 但他们家汁好乖啊 他们家汁有个板栏根的味 他没吃过 一般不是都甜的吗 它这个汁完全不是 它这个有点中药 中草药的味道 但如果你单吃它就挺香的 它们 这个鲑鱼 他们有一星米其林 还有二星米其林做的都超级赞 我估计这个还是赶不上人家那种 星级米其林做的 它们好像炸物 它们炸物好像都是炸麻油 嗯哎呀好鲜美啊 真的挺好吃 好大一个生蚝 里面 里面有水很香 这炸蚝蚝真好吃 咱们又来到这个甜品屋 这个最佳甜品屋 特别有泡泡 就是巴黎的那种 下午茶 下午茶 准备点两个蛋糕 这个核桃锐狼我不知道 我要有点算一下 2530 对2530 这样一个下午的 afternoon tea 我跟你说就是在英国 你也是吃不下来的 20英镑 那天天值不下来 17块9 就正好是苏丽士 的两杯咖喱钱 所以说等吃这么一大盆下午的 就不看苏丽士还是贵的 然后点了两个那个 就是卷 就是它仅有的 这是海盐和那个焦糖酒 估计这是两个最不受欢迎 这是大理石蛋糕 因为其他都 都卖完了 都卖完了 我想点的 每次的 Borning蛋糕 还有一个千层的蛋糕 都卖完了 对 然后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的视频 我们将会带来更多的日本的新的节目 传现给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